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繼續來玩快樂佳樂園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再大家回顧一下我最近蓋的六棟房子 那我直接給大家看他們的30秒動畫吧 百合的繪畫教室 花壽司想幫雞肉好好降溫 蝦餃 地霧 跳躍打 跳 thunderstorm 變成的隙間 比在一陣子 結果是天山上的隙間 熊燊 因為一陣子 愛人的蝦餃 距離 louder 蝦餃 他要首個薦餃 恰恰 气氛热烈的音乐节会场 梅丽诺方便又在享用咖啡的空间 鼓风打击出去 阿姨正义了一方齐聚的激励 再来就是昨天影片介绍阿姨的基地啦 我用阿咪博卡把阿二阿三阿四也都找来啰 这样子我们就五个人合在一起了 太帅了 这个组合真的太帅了 阿咪博卡可以这样玩 真是太棒了 阿三好像按得吃爆按钮 应该不会有事吧 他也一直按耶 阿姨跟阿四是在偷笑什么好可怕喔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请助手 正义的一方怎么可以这样子笑呢 这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12位角色的房子了 我们今天再来工作一下吧 吻集 electron と�无敌 拿到新设施的许可啦 餐厅和咖啡店 眼光以上价格 一咲锅留本是今宫不太棒 等我好 我有听说 餐厅好像可以每天拿到料理的DIY 那就是餐厅吧 我賺的東西就增加了 對啊 現在料理那麼多了 餐廳在哪邊呢 喔 這一間是餐廳 好 就這樣子 深棕色的屋頂 這間餐廳光看外表呢看起來就很好吃喔 OK的 沒問題 餐飲區和廚房 喔有兩個房間 太好了 這間餐廳光看外表呢 對阿 喔我可以開始調燈的亮度了嗎 沒問題 交給我吧 首先呢 我們就從外面開始吧 這個燈太那個了吧 哈哈哈 我覺得橘色的燈光可以讓東西看起來比較好吃 聽說藍色紫色會讓人比較沒有食慾 但暖色系的能讓人比較有食慾一點 那我們就選擇這樣的燈光吧 最多只能到8 那我們就8、10 首先我們現在決定餐桌好了 再來選椅子 懷舊暗桌 欸他很懂欸 直接幫我用好清水膜了 但是餐廳 餐廳我們來換一下好了 這是什麼牆 古董磚塊牆 啊太好了 符合外表舊舊的房子 那這是什麼呢 復古餐廳牆 啊這個也不錯 它都叫復古餐廳牆了 那有復古餐廳地板嗎 看來是沒有啊 這樣地板我們要稍微煩惱一下 因為燈光的關係看起來會黃黃的 所以我覺得選白色的地板是好的 那我們就選大理石地板吧 再來呢 藤邊沙發 我喜歡這樣子的用餐環境 中間稍微留個半格讓人可以坐上去 接著呢再複製一模一樣的 用在旁邊的區域 再來呢他們下面我要擺一個地毯 放兩張2x2的地毯在這裡 再放這個 木製格間 把這裡格起來 那這邊呢是結帳的櫃台 放一台平板在這邊 這是拿來畫位用的 這裡呢可以放一台平板 喔我才發現新增了古董的收銀機 那我們來用這一種的吧 外帶用的 櫃台這邊一定要放的 招財貓 紅地毯則放在門口這邊 放一盆龜貝玉在後面 接著呢我們掛一個瓶子幣架 放在這些用餐區的旁邊 那些幣架只是當裝飾的 沒有要給人拿 木照燈 覺得這邊換成白色木甲板好像比較好 所以就改成這樣子啦 植物隔板 搭配牆壁我們用這個紅磚塊的 我們有個人座位之後 現在這邊要做一個比較大桌的 放一張鑄鐵木桌 跟剛才我們用的小桌子比較起來呢 顏色差不多 比較不會那麼突兀 然後這邊來放置沙發 接著我們來裝飾餐點上去吧 我想要設定這間店是賣洋食的 所以呢 來吧 沙拉三明治組合 素食午餐套餐 蒜香義大利麵 加個草莓蘇打好了 一個蔬菜前庭堡組合 奶昔 白醬義大利麵 另外這一面牆呢 我要用美麗玻璃牆來做為主題牆 掛個吊扇 放在餐廳的正中間 另外掛一個長形的蓮子 放一個光蠟樹 放個和風長椅在這邊 是後衛區 等候的時間就可以跟光蠟樹一起拍出網美照啦 幫店家宣傳 一定要掛一張簽名板在後面的 跟大家說有哪些明星來過 放在這邊吧 豬龍草 好好好大 壁掛式盆栽 用比較深色的 這邊用一個簡約燈照 在這邊掛一張 顏色比較搭的 KK讚美詩歌唱片 用餐區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是廚房的部分 我覺得廚房應該就不用太大 那我喜歡這個鑄鐵木廚房 以這兩張為主軸來佈置吧 鑄鐵木桌 料理器具 油炸鍋 買回來的食材 放個鑄鐵木椅在旁邊 待會可以再放個東西 廚房掛鍋 沥水的碗架 餐具 這邊是洗碗區 桌上再擺一些罐頭 這邊放一個鐵桶 來放垃圾用的 一個鄉村廚房 再放個冰箱 垃圾桶稍微移出來一點點 放一疊的魚在這邊 帶處理的魚 這邊就是處理魚的地方 接著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煮東西的地方 這是按照煮過頭的邏輯來佈置的廚房 廚房料理台 把這邊拼起來 放個炒番茄好了 這邊還有義大利麵 剛煮好的 再加放一台冰箱在這裡 抽油煙機 安裝在這裡 位置剛剛好 油炸的這一塊也放一個 放個毛巾架 把毛巾架放在切魚的這一區 再裝一個換氣扇 接著我們放一個圓木桌 放在這裡 這邊是已經做好的料理 就可以把料理擺在這邊 準備出餐的料理 然後我發現我們的餐點有飲料 但我沒有做製作飲料的區域 所以現在要來加裝一個飲料的區域 我們放一張懷舊矮桌在這邊 這裡呢 就是調製飲料的地方 彩色果汁 或是一小杯咖啡 都在這邊 塑膠瓜泥墊 這一定要的 那因為壁紙清水膜本身就很喜歡了 所以也沒有要換 那其他地方我覺得盡量保持乾淨整潔 對一個廚房來說最重要 好 我覺得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完成了 我完成了 誰在這邊工作嗎 沒問題 喔 主廚 主廚 主廚是古風 古風好像 古風好像 欸欸欸 等一下 我按錯了 我按錯了 好啦 我們先取名字 我等一下再換 可惡 無界在地西餐廳 是在地的喔 要強調這一點 好 好 名字很不錯吧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 但是我要換啦 我要換工作的人員 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動畫 我連剛才誰是什麼工作都沒仔細看 不是甚至愛樂芬嗎 怎麼來了那麼多沒看過的 多了好多陌生人來當客人喔 多了好多陌生人來當客人喔 哈 好讚喔 但是我要換工作人員啦 我先去拍照吧 我先去拍照 我先去拍照 好喔 我們先來拍照吧 好難過喔 不是用我選的人 雖然古風我也很喜歡 在地西餐廳的紀念照拍攝 XD 超棒的 拍得很好 我馬上來試看看要怎麼把主廚給換人當 在這個畫面我們按左就可以來換一下 我的主廚呢 居然可以用amiibo耶 用amiibo來指定主廚也太酷了吧 我島上的主廚一直是檸檬娜 所以這邊我也要交給他 檸檬娜主廚 哇 好適合喔 然後古鋒呢 我要讓他變學徒喔 古鋒從主廚變成學徒了 因為來了一個真正牌的主廚 好 就這樣子 除此之外還可以幫他們換衣服 我來換個檸檬娜 比較符合檸檬娜顏色的衣服吧 這個廚師袍好適合喔 就這一件了 古鋒維持原來的裝扮就可以了 再來是外面的收銀人員 居然連客人都可以挑喔 餐廳還可以挑客人喔 收銀人員我覺得百合就很可以了 所以就還是一樣交給百合 但是我想幫他換一套衣服 要有制服感啊 怎麼收銀人員跟送餐的人 穿不同件衣服呢 好的就是這樣 條紋背心配襯衫 我的餐廳就是要穿紅色的 另外服務生我想給我家的花壽司 好可愛 哇 花壽司 穿這一件也很帥喔 就這樣子了吧 客人應該每天都會換吧 我想要換一些我已經要到島上來的人 他們會直接繼承那位客人穿的衣服是不是 這也太好笑了吧 跟改成人 俏俏 真的 直接穿上他們的衣服耶 這是合理的嗎 阿一要不要來當客人 阿一不要穿這件拜託 客人沒有選擇衣服的權利嘛 我沒有辦法幫他換裝嗎 阿一拜託穿你原本的就好 就這樣了 阿一可能吃飯嗎 要不要我陪你 太好了 這個就是我要的陣容啊 好開心喔 來 跟主廚講個話吧 主廚你好 對齁 你已經不是主廚了 你在想什麼事情呢 在家裡重現餐廳的滋味嗎 在家裡重現餐廳的滋味嗎 太好了 我想知道 之後就可以每天來這邊學料理了 誇張耶 學到料理了 YA 再來跟大家講個話吧 花壽司 一百家洋窩起座嗎 嚇死我了 這服務生有點危險 來 我們來訪問一下 地亞你覺得怎樣 沒辦法跟他們講話嗎 這個姿勢沒辦法跟客人講話是不是 去哪裡蓄杯開水啊 哇哩咧 這邊可以幫我結帳嗎 但我沒有要吃飯喔 阿一 今天我又要點什麼 先去看大家都吃什麼 來 我請你我請你我請你 我們來慢慢的一起吃飯吧 好讚 好讚喔 我跟阿姨一起吃飯 哇嗚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算是圓滿完成了這個任務了 那下一次我們來做咖啡廳的部分吧 感謝大家來看啦 那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 謝謝大家